马来西亚表示欢迎中国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由马来西亚和其他十个国家或地区组成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说 它对中国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趣感到不误 并说与中国的谈判最早可能在2022年开始 该机构说随着中国可能在明年开始加入CPTPP成员的谈判 贸工不相信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 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周四提交了加入该公约的申请 显然是为了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美国于2017年在申请生效前退出了该倡议 要加入该协议 中国需要得到所有11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 除马来西亚外 CPTPP涉及澳大利亚 文莱 加拿大 智利 日本 墨西哥 新西兰 秘鲁 新加坡和越南 日本是该协议框架下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 该国表示将分析中国是否准备好履行一个成员国所需的标准规则 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周五表示 除非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否则它可能不会接受与中国的谈判 如果中国加入CPTPP 那么参与该协议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全球GDP的30%左右 这将标志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类似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英国于今年2月也提出了加入该协议的申请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 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